打门 球进了 打门 球进了 在在门前的补障矿门来自乌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足试育赛特别节目 竹梦卡塔尔 我是徐昂 11月11日晚 11点 中国队就将迎来试育赛的第五场比赛 我们的对手是阿曼队 这场比赛本来是在我们中国队的主场来进行 但由于国内防疫形势等原因 最终这场比赛是遗失到了阿联酋的沙迦来进行 对于沙迦 其实中国队并不陌生 但是对中国足球来说 这场比赛十分的重要 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著名的足球评论员主持人刘建宏老师 建宏你好 学长好 有几个问题 建宏老师我还要跟你讨论一下 关于中国足球最近的一些话题 首先第一条 李皮说中国足球年薪跟实力退回到了20年前 您如果看待这个说法 这是第一 第二是中国足球在目前的大环境下 有哪些危机该如何应对 倒退20年 我觉得李皮肯定不知道 20年前的中国足球是什么样 那个20年前的中国足球还能 这个进世界杯 还能够拿亚洲杯的亚军 20年前的中国足球 可比现在好太多了 要是真倒退到20年前 我倒觉得还不错 问题是我们应该是我们不是倒退到20年前 我们是向下急速的滑落了20年 我们应该说是在过去的这20年里边 我们每往前走一步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向下坠落 而不是向上在发展 这才是中国足球真实的一个轨迹 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仅仅是现在的国家队竞争能力有限 最可怕的是我们后继无人 我们放眼看去我们的U20 U17 我们都不具备什么竞争力 所以这个才是中国足球真正可怕的地方 很早很早之前就开始喊抓青训 抓青训连足球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停留在纸面上 或者是停留在口头上 所以其实我们只是喊了 只是说了 但真正没有做 那现在我们真心希望的就是 我们能够看到 它能够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 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 做青训这件事情上 扎扎实实的再去做 首先呢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产力 然后呢 我们能够把这个青训的教练员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们把它抓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联赛的体系 不管是我们的校园足球的联赛 也还是我们这个俱乐部梯队的这个联赛体系 都能够把它落实 我觉得其实就做那几件事情 修更多的场地 培训更多的青少年的教练 然后建立起我们稳定的 并且能够长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联赛体系 我指的是青少年的这个联赛体系 这样我们可能有让一段时间 中国渡球才能度过目前的这种青黄不接 我们现在的这种青黄不接 不是短时间的 不是一年两年的 可能是十年八年 甚至如果我们不去做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的话 那就永远都会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境地当中 建宏 前几场比赛我们也看了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钱 引进了这些入籍的球员 为什么没让他们出场 当然这可能是跟美职球队教练员 他的战略打法有关系 但是对比他们场上的发挥 以及对球队的贡献 你觉得他们应该出场吗 李铁他们怎么去使用这些规划球员 我觉得既然规划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叫一视同仁 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规划球员 好像他们在我们心目当中还是外援一样 他就是中国队的一分子 对吧 他是中国队的七号 他是中国队的八号 他是中国队的几号 那就是他是一分子 那么这一切一切都要听候教练员的这种调节 当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有一套 自己关于中国队的打法阵容的这种设想 那是自己的一些设想 其实真正在场上 或者说真正在队伍里面了解队员的这种状况 知道队员的这种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肯定是教练组 外人我们隔着千山万水 我们也根本就无法掌握很多这种真实的情况 我们又怎么能判断出他们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像 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面的那个潜台词是什么 大家那个潜台词是说 我们要是上四个规划球员 说不定我们表现会更好 你说不定能赢 没错 真是这样吗 我不大这么看 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划球员 咱们说句实话 我们现在规划的球员 都已经普遍过了自己的经济的巅峰期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七八年之前 去规划埃尔克森 那埃尔克森那个时候 在亚洲几乎没有中后卫 能够看得住他 对吧 埃尔克森是非常非常 有实力 有这种能力的 但是现在的埃尔克森 对吧 越南队的中后卫可能也不是太害怕他 所以就是他已经过了自己的这种巅峰期了 我们不能拿那个 N年前的那埃尔克森跟现在的埃尔克森去 包括阿兰他们在内 其实都不是自己的竞技的这种巅峰期了 就是当我们决定去规划球员的时候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又下了那么大估计 最后呢其实我们规划的都是一些 都是马上就要说实话都离退一步远的 这个年龄的球员 这个就性价比就成疑了对吧 就是我们在下面聊天的时候 我们都说 如果你是规划了当年拿亚冠时候的 埃尔克森 通常穆里奇 那也行 那他们是一定有实力 能够把中国队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水平 提升一个档次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的这些外援水平 比无垒高吗 我没有看太出来 如何评价 国足目前的现状 以及主教练李铁的执教能力 中国对目前最现实的目标是什么 我先说怎么判断李铁的这个执教能力吧 作为李铁来说 我愿意把它定义成一个年轻的教练 他远没有到自己的成熟期 所以他就是个年轻教练 这个时候年轻教练 他会出现一些问题 他会有一些 甚至出现一些失误 在这次比赛当中有没有 当然有了 我也能够看到什么 从用人到这个临场 变化 到备战 我能够感觉到 就是李铁的大的思路都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在这种细节上 然后在这个计战术的方针到最后由球队体现和落实上 这些东西都还有差距 这是明显是有差距的 你说中国队是不是把自己的最高的水平打过来了 我觉得还没有 我觉得还没有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但因此就让李铁下课嘛 我也不同意 我的态度很明确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 就不如让李铁在这个位置上多干几年 为什么要让他多干几年 就是因为在国家队教练这个位置上 你是需要积累一定的经验的 因为他不像带联赛的俱乐部队 他有那个很清晰的那么一个比赛的逻辑 国家队都是国际比赛日 都是就着这个联赛的这个凤梯 见风插针安排比赛 他其实对队员状态的调整 对队伍临时的这种组合 其实是提的更高的要求 而不是更低的要求 这其实是需要积累一段时间的这种经验的 所以我就支持李铁在这个位置上多待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实话 我对目前的这支中国队 参加这次世界杯的预选赛 没有任何的期望 换句话说 我根本没有想过他们能出现 因为我觉得就不可能 这个说句实话 为什么呢 这个实力在这 实力 你一个二分流的队伍 你凭什么说你能出现呢 这个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这个 我们这个时候把李铁放开 你觉得把李皮请回来怎么样 你觉得请谁来 你觉得能把中国队带出去呢 那建宏现在你觉得 中国队目前最现实的目标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 打好备场比赛 就争取 打好备场比赛 让自己 对 让自己有正常的发挥 然后 然后我跟李铁说的很清楚 在这个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认为你现在在国家队的最根本的 这个一个一个方针 就是不允许国家队出现那种溃败 不允许国家队出现那种不负责任 不允许国家队出现那种急躁那种 就是在场上就 就是红黄盘那种满天飞 我觉得就是要打出中国足球的那种 惊奇神来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以输 但是我一定要体面的输 我要把我的最后的这种战斗力 要体现出来 这就是中国最后的一块阵地 就是守住这块阵地 慢慢等着吧 因为就现在的这几条条 就现在的这点竞争力 是不足以打赢这个比赛的 所以就不要去失望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把这个目光 过多地盯在国家队上 就认为我们多关注他一下 然后弥铁就用兵如神 就像诸葛亮一样能草船借鉴 就能乌风唤雨 然后就能出现 这不是不切实际吗 我们不知道孤国足球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队员 是什么水平吗 我们凭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求出现一个人 能够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呢 前不久 前两天 EDG夺得了S11的冠军 电竞和足球 谁才是第一运动 这个争议又开始了 尤其是对于中国青少年来说 争论更大 对于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就是在朋友圈里边 在这个微博 在一些自媒体上 关于这个问题 这两天讨论的就非常热烈 建虎你怎么看 对 可以这样说 如果说EDG就是电竞 在青年人里边 我们如果把它叫做第一运动的话 我没有意义 就是它确实是青年人的第一运动 但是足球依然是这个社会的第一运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年人 老年人 孩子 包括青年人 也都喜欢足球啊 你看足球是一个可能从8岁的孩子 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聊的话题 但是电竞呢 这目前而言只能集中在这个很窄的一个年龄段里去讨论 对不对 所以说拉开了看 肯定足球还是第一运动啊 这也没有什么可争的啊 但是呢 在那个相对窄的那个年龄段里面 电竞可能拥有更大的一个数量的粉丝 这也是很正常 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游戏成为电竞 需要一种稳定的竞技形态 需要稳定的规则 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 我看到都是 差不多两三年就会出一款新游戏 两三年出一款新游戏 它很难保持一个延续性 没有稳定的比赛形式 没有稳定的比赛规则 那它想成为一个传承很长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有难度 你足球我们人类已经踢了快两百年了 对吧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然了 电竞就是游戏在向电竞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些它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 它们还没有合法地解决 但即便如此 它们也依然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这是我们社会在进步在发展 但是就目前而言 在我们熟悉的和大家喜爱的这个项目里边 足球毫无疑问 还是第一 也能感觉出建宏对中国足球这个满满的这种爱吧 其实建宏的一句名言呢 我们一直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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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就是建宏总是谈到我们在转播中国足球的时候 建宏也说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还是希望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足够多 也希望中国队能用这两场比赛的这种精彩表现 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 就像李铁谈到一样 要全力以赴投入每一场比赛 能对得起所有支持中国足球 对中国足球依然抱有希望的这个球迷和朋友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中国足球依然还在路上 中国足球也请继续加油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竹梦卡特尔的节目的全部 希望在下一场澳大利亚之前 我们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有一个好的结果来面对澳大利亚 对